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的股市自由針 其實除了疫情為世界帶來很多改變之外 金融市場自己本身的變化已經很大了 因為近這十幾二十年 大家無論在市場結構或產品上 其實都見到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今天要找一位非常之資深的業內人士 跟我們講究竟這些變化 對於我們一般散戶零售投資者來說 其實會有甚麼影響 或者我們要重新認識這個金融市場 班農你好 你好 我覺得這個主題是去探討市場變化 最適合找你講 因為在這一行當中 這三十年的經驗 其實可能都可以告訴我們 市場變化 我們自己的心態上當然要變 但投資行為習慣 需不需要改變呢 如果說到 其實你自己覺得最大的變化 其實是在於市場的結構 參與的投資者 還是產品類型 你會覺得 感覺到變化是最大的呢 其實眨眼三十年的經驗 在財富管理市場上 我想這三十年來講 其實在科技的改變 是在近這十年來講 是影響很大的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三十年前 可能大家都 如果一早已經參與投資的話 可能就會參與一些 譬如是亞洲的一些快速 經濟增長底下 造就很多的投資機會 甚至乎個別的東協市場 亞洲的市場 個別的一些區域市場 然後就是由一些 可能發展到一些 所謂的新興市場 即是由亞洲礦展到新興市場 亦都有投資到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想講到科網股 互聯網 其實他們是早了差不多20年 因為當時互聯網都很慢 未必實現到很多 一些功能上吸引的地方 所以科網股 然後又有SARS 然後又有08年的金融海嘯 即是見證了很多不同的轉變 但當中來說 其實應該在經濟周期 其實每三年 就有一個不同的經濟周期出現 這個可以說是不變的 但每一次可能是輕盛 或者衰落的 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主題 剛才我講到一些 2000年的時候科網 其實都是一些 叫做和科技有關 不過在那個形式上 或者在一些公司上 結構就很不同 因為2000年的時候 所謂的科網股 其實都是一個 大家都捉不到 或者是互聯網 怎樣可以幫到大家的生活 感受不到 但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 就是很簡單 互聯網、手機 這些都是跟生活上離不開的 但當中來說 亦都有一些 比較不變的行業 即是金融、地產 基本的一些原材料 其實都會隨著經濟的一個 不同的周期 會影響著 你講到就是說 互聯網 我覺得是一個 真是很好的例子 想當年大家的認知 可能就是停留在網頁 可以怎樣發展 到現在已經說 互聯網進入一個新時代 這陣子大家聽得最多 就是 未來是元宇宙 是的 沒錯 但我心想說 如果是 作為一個投資者 說真的 對於科技也好 對於一些特別的行業也好 認知其實 很難可以 好像在發展科技企業的人才一樣 知得那麼深 但我們經常都說 你要是早著線機 當年其實 以科網泡沫為例 曾經大家都 即日窩蜂 覺得這個是未來 但那次的經驗 都很多人選手 是的 投資者行動得快 又未必是代表 真的會把握得到先機 這個好像很難去定奪 是的 其實我想 對於投資者來說 就是 當然在一些科技的轉變 或者一些不同的投資潮流出現的時候 當然就會是很多人去追捧 或者很多人有興趣講一下 好像近期來說 講一下Bitcoin 講一下電動車 這些都是一些很熱門的話題 甚至乎是講疫苗股 都有 但當然我想 在投資的一些不同的新的主題 當然會 在不同時間都會出現 但都很重要 就是說 投資者來說 其實都是要分開 在不同的經濟環境 因為始終 公司賺不賺錢 其實最主要影響著 投資股票價格的因素 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或者一些經濟周期 這些其實如果動色了這些背後的原理 其實對於投資者去做投資上的決策 就不會只是往往跟風 或者跟著一些潮流去做 而是去挑選一些比較 至少基本面的價值 或者競爭能力比較強的公司 就不是純粹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很多時候 其實世界變得幾快都好 有一些定律 應該是不會怎樣改變 好像Burno所講 就是一些基本分析 真的看回 究竟你在投資什麼 它是不是有一個增長前景 我想問一下Burno 剛才聽你說真的幾年一個周期 但是有沒有出現了一些市場的節奏都被打亂 我的經驗當然沒有你那麼多 你是一本百科全書 這30年經歷過金融市場很多的高低 風暴海嘯之後的復甦 然後就不斷地印銀子 我們都說 其實可能你在教科書當中 學到的東西 今天又未必用得著 最近你都有本理財書 但其實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其實就算經過了量寬風暴各樣都好 但是金融市場的定律 有些東西是真的不會變的 其實我想金融市場的一些基本的影響 投資的一些主要因素 我想不變的地方 就是說第一 都是看回經濟周期 因為始終來說 經濟的成衰 其實都會造就著很多 那些在當中所運作的公司 究竟它會不會賺錢 那譬如舉例 在過往幾年的疫情當中 那當然就是那些所謂的電商 即是透過網購 因為那些人不出街 也都或者那些人是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封鎖了 那出不到街了 又不可以去旅行去消費 那變了就會透過網購 那這些就是可能是 本身來講都有一個基本的需求 只不過呢 即是它要透過在實體店去買 去外國去買 或者它要透過一些電商去買 那其實電商本身來講 都滿足了一些 可能是物流 或者一些購物的需求 實體的一些需求 那另外一件事 可能不變的地方 就是說要留意回 那個金融市場 其實那個利率的變化 其實會影響市場很大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般 如果當利率一直下降的話 那拿著現金 那當然就是沒有息收 或者收好消息 好像現在那樣 那變了會推投資者去尋找一些 希望能夠賺取一些 比較好少少回報的一些資產類別 那譬如一些收息類型的債券 或者甚至乎一些基金 又有派息的基金 去尋找這些投資的機會 那當然如果你說是 其實那個利率的周期的變化 其實往往都會影響著 投資的價值在 譬如股票 我們見到近期來說 這一兩年 就算表面上疫情好像是很差 經濟大家都感受到 但反而覺得比較迷惘 就是股票不斷升 尤其是在美國的科技股上 所以變成在這個情況下 就主要來說 因為那個量化寬鬆 造就太多的流動性在市場上 他們就追求一些 可能一些 我們叫做有風險性的資產 然後去投資 但如果反過來來說 其實當這個量化寬鬆 大家都見到有些跡象 當疫情慢慢慢慢正常化 和不同的國家開始開放 其實都會令到利率 有機會透過退市的時候 換步上升 然後就可能令到公司的股值 可能會有一個向下 即是有一個調整的機會 所以這些波動 大家要留意經濟和利率的周期 美股就是一亢奮 都亢奮了差不多十年 即是如果說要走一個牛市的話 就真的走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不過Burno說得對 就是夏年開始 可能都要有一個預期 其實就是會由一個很寬鬆的 貨幣政策環境轉向逐步收緊 甚至乎將要面對下一個階段 就是會不會是一個加息周期的啟動 這個當然就是讓Burno 就幫我們慢慢去分析應該怎樣部署 不過剛才你提到 就是說疫情其實改變了很多東西 那會不會說在投資界當中 都有一些生力軍出現了呢 其實真的 當很多經濟活動停的時候 大家轉戰網上 亦都發現得到 美股也好 香港這邊也好 亦多了一些新的投資者出現 如果大家利用網上不同的平台 一些渠道 互相交換一些訊息的時候 我們見到有很多 即是過往沒有出現的現象 都有出現了 稍後回來的時候 要和Burno一起拆解一下 新世代的投資者有什麼特質 那對於金融市場來說 他們又有什麼影響性呢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來自負通的股市自由增 剛才也跟你說 就是說新世代出現了的投資者 其實和過往的認知大家很不同 所以除了說是一些 基本說他們看得很短線的 可能也不是說只是day trade 基本上是一個小時開市內 就要決定了 另一個就是覺得他們 究竟power 是不是真的對於金融市場來說 會有一定的影響性呢 大家都應該還記得 就是在美國市場發生的 例如散戶怎樣透過不同的平台 然後發放信息 聯手去夾擊大戶 就是網軍的興起 然後他們經常都會捉到 都不是說倍升股 差不多是說要幾百倍上升的股份 是暴力上升 你怎麼看這一種 就是新世代投資者的投資習慣 還有對於金融市場的長遠影響 是否真的會負面呢 我們就說 哇 打亂了整個華爾街的節奏 有沒有這麼誇張 基本上來說 例如舉例 年初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所謂的 在美國興起的網軍事件 就是透過一些新興的一些社交 以及結合了一個 證券交易的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些APP 以及有社交媒體的特性 即是說這些股民 就是很分散的股民 特別是一些年輕人 透過一些新興的一些網上的 互聯網的證券商 然後邊討論邊去做買賣 以及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製作圖然後放進去 然後大家鼓勵 或者大家在那裏分享一些經驗 那其實就 當然就是這些 都跟整個科技 以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是用到這些社交媒體 就是有一個關係 那當然就是這些網軍 我自己當時都很好奇地去瞭解一下 究竟他們是討論些什麼 以及相對於市場 因為當時年頭市場的波動都很大 以及就是這些 所謂美國互聯網的年輕人 網軍一起去集合 一起去買或者去賣的一些股票 可能都有一個很大的波幅 造成很多的話題 但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第一個現象就發覺 在這個透過又結合了社交媒體 和證券的一個服務來說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那個 落單造成那些交易的 落單的銀碼其實就不太大 可能每人我見到就是買一股 買十股 相對來說 因為美股是 它不需要好像港股 一手一手比較大的銀碼 它可以一股或者十股這樣賣 我發覺就是一個很分散 他們叫做臭一下熱鬧 然後就一起在這裡買了 可能就算是買一股 賺了可能是百分之五十 或者一倍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小的銀碼 但它造就了就是更加多人 一起去參與這件事 或者一起討論這件事 變成一個非常之厭門的話題 但我就不覺得 始終來講 這些網銀都是 在一段時間裏面 尤其是他們很多的投資 見到他們去追逐那些股票 其實它未必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原因 它的基本因素去支持它 是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但只不過他們就覺得 心裏面就很不平 就覺得這些股票可能被人沽空 然後所謂被一些華爾街的大鱷 去投資銀行的 即是一些對沖基金去沽空 他們就是想去 可能去投資一些 他們以前小時候很熟悉的一些公司 不想它沒有了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建基於 比較情緒化的 就是一些令到他們有這樣的行為 而未必完全是反映到那間公司 實際上來說是有一個轉機 或者是有一個很大的投資機會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這陣子我想大家聽得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說會不會影響整個投資市場 我想因為這個始終來說 投資的第一就是他們的銀碼比較小 雖然是人多勢眾 即是矮多勾死象 但是始終都是 我想那個大的投資金額 都是去回一些比較由一些專業的投資者 即是譬如一些基金 退休金 它去做一個投資的決策 所以變了來說 相對影響環球市場 這些網軍的影響 或者互聯網的投資方法 未必是一個主流 可能會聽到很多 久不久都會有這樣的消息 製造了一個話題出來 熱度就很足夠 不過持續性 這一個就是BONO想說出的一個重點 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投資未必是看一日半日 我們之前提及過的 主題炒作的股份已經是打回原形 甚至乎更差的表現 都是會有例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而且還要記得 香港始終雖然現在互聯網 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到訊息 但當來到你手上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手的消息 跟得很貼 亦都有時會發現 就是跟車太貼 是啊 不要跟車太貼 而且你始終因為參與的人 他的背景 他的動機是怎樣 你都不太清楚 所以可能他表面上就說 叫你們拿著不要賣 一路還會升到多少所謂的目標價 但是可能他背後來講 他做了些什麼的動作 或者怎樣的部署 就未必透過一些表面上的社交滿體 可以完全是動息得到 觀眾朋友又想看看你的看法 在投資市場當中 有沒有世代之爭出現 就是剛才譬如我們說的 新一代的投資者 他們的習慣和模式 和我們接觸開的傳統投資者 都有很大的分別 其中另一個爭拗點 就是究竟大家是繼續信奉 價值型投資 還是今年也是年頭冒起的 一個增長型投資 大家都說股神都要退位 新一代股神出現 你的看法又會怎樣呢 其實我想在這麼多年當中 我想有不同年代的股神 甚至乎股市在很興旺的時候 香港都可能有些少年股神 讀書可能都說他很短時間 炒股是賺到多少第一通金 但如果看回環球市場來說 比較出名的 當然就是可能有不同年代股神 包括了可能有我們叫做 Peter Lynch 即是他有個很出名的叫Magellan Fund 在富大投資 但另外跟著就在Wallem Buffett 他很出名的巴郡 就是一個信奉價值的投資類型 他就反而不是太過著重潮流 他曾經都說過科網股去看不通 他就是去買一些很傳統的 日常生活的一些經營得好的公司 他有很強的現金流 或是一直都有派息 變成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投資的理念 其實就到今時今日 無論市況怎樣轉都好 他都是奉行這個投資概念 亦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投資者 以及投資的回報長期來說 都是非常吸引 然後最新的 當然這一兩年出現了 有木頭姐 有Catherine Wood 有一個在ETF 但不是一個被動式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而是主動管理的 不是追蹤任何指數 他的投資比較來說 可能是集中一些增長類型的股票 很明顯他不僅是去買一些增長股 他還在買一些增長股當中 比較來說是有一個更大的爆發 他認為是有更大的爆發 潛質的公司 譬如一些電動車 3D打印 一些創新的東西 我想他們都會吸引了很多投資者的注意力 還有因為他的做法有少少不同 因為他既是主動管理 但他又在公開交易所買賣 他亦都不介意公開自己的操作 操作的情況是很透明的去說 造就了更加多人 對於這個投資方法 或是新一代的股神 可能是追星地了解一下 究竟最新的部署是怎樣 但當然這些投資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最重要是適合你個人的風格 還有對於投資市場的了解 而不是一定追從哪一個 所謂股神的一個 可能他已經成功了的情況 然後才去追逐這些投資的機會 潮流很多時候一眨眼就過 有些定律始終都要遵守回 潮流你覺得投資定律上 無論是新手也好 或是已經很資深的投資者也好 怎樣真的叫做管理好自己的財富 是呀 其實當然我們剛才講到 不同的投資市場的變化 或者投資的風格 都有很多要了解 但如果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其實當然你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資料 你可以判斷到那麼多的東西 或者對於環球市場的東西 做那麼多的研究 所以變了來說 其實最重要都是要看回自己的需要 即是無論你是為了退休 為了子女教育基金 或者純粹一個資產增值 或者保障低息環境的擴通像 要看回自己的投資目標 先有就是一個投資目標 才知道什麼策略是適合自己的 溫同講到其中一個主題 是我們的一般投資者是很緊張的 就是關於狂通脹 下星期我要跟你說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不要被通脹 蠶食了我們的資產 沒錯 有沒有什麼心水 或者有沒有什麼竅門可以教一下我們 一定大家下星期的智庫通再跟大家聊過 好 下一集見